好,我們回答Sally的問題 她問匯控,她是59.3%買了 她說現在應該怎樣處理呢? 如果近期買的話,就是之前的升得都急 她買完之後就好像沒什麼升 基本上一模一樣,也不用說太多話 即是你開了很久的匯控上,或者近期才去追 你近期才追,你也是預料有高追風險 你無論如何都要收買 同樣是你開了很久的時候 為什麼會突然間這一刻落車? 之前公司連息都派不到那段時間 你都選擇跟她繼續持續的時候 現在有利好因素,那就更加理所當然的持續 你不會突然間想,這些位置既然上來了 我會選擇去下車 如果你抱著一個心態,就是在升上去的時候 輸了一點,難得有得走 走了的時候,你玩股票長遠來說是不划算的 這個心態一定要改善 長遠你繼續在股票市場陣上 在虧的時候你就肯去押 相反地升上去的時候你就馬上去取消 通常常說,為什麼有很多股民會被割韭菜 就是你抱著這種心態 所以現在,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在目前市況來說 這些已經叫做比較硬正的股份 唯一面對著不可預視的風險 就是烏鵝局勢 如果說環球烏鵝局勢緊張升溫 有個打仗風險升上來 銀行股一樣有機會捱股 但是問題就是對比起很多其他東西上來 會控好處就是始終市場率不是特別高 股值還是吸引 所以我覺得對於開了很久的投資者來說 這一刻都沒有什麼要討論 你不會想下車的 這些位置就繼續駕住